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仗啊 失败了 秦穆公他亲身呢 就给禁军围困起来 有性命的危险 这呢最紧急的关头呢 突然有三百个人呢 拿着武器就冲过来 就拼命呢 把秦穆公救出众围 那么秦穆公呢 就说要赏赐他们 那么这个三百人呢 都扔一下武器跪下来说 我们很感恩呢 国君以前能够赦免我们 我们就是以前偷吃马肉的呢 那些农民 我们一直想找到机会呢 来报答国君 现在呢 我们终于有机会了 所以呢 很感恩国君 我们不需要什么赏赐 事实上呢 做人应该宽厚一点 容忍他人的小过失的时候呢 有良知的人 他都一定会要找机会呢 感恩图报 那么第五种项呢 是 聪明的人 他是紧张的 疲劳的 活得很累的 很烦恼的 有智慧的人呢 他是快乐的 自在的 轻松的 欢喜的 内在有智慧的人呢 他外在显现的 自立的项呢 就是快乐项 欢喜项 自在项 外在显现的 利他的项呢 就是慈悲项 宽容项 这个是相的不同啊 第六个方面的不同呢 是 聪明的人呢 他往往疑心很重 猜忌他人 因为他 以自我为中心啊 凡夫的小聪明是建立在我之的基础之上 所以呢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所以自私自利啊 福很薄 而多灾多烂 我们看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怀财不遇的人 一生困顿的人 都是因为他福得很薄啊 福得很薄 都是因为他很自私啊 所以呢 多灾多烂啊 而有智慧的人呢 他知道要以众生为重心 知道呢 度人就是度己 帮助众生呢 就是帮助自己 成就众生呢 就是成就开发自己 内在本距离福得与智慧 舒适呢 曾经写过一首诗啊 他就很感叹 说 世人生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 悟一生 我就因为太聪明了 所以一生呢 很困顿 经常被贬光 经常被流放 虽然很有才华 诗词都做得很好 文章也做得很好 为光呢 也很有政绩 但是呢 还是呢 多灾多烂 所以说我被聪明悟一生 他刚刚出生小时候啊 没多久啊 曾经有个人很会看相的 就跟他说呢 一双 学士眼 一副配君头 他这个眼睛看起来就很聪明 但是呢 额头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被流放的配君相 儿孙各个愚且鲁 第三句就是说呢 我希望啊 我的儿孙啊 子孙后代呀 各个呢 很愚笨 又很粗鲁 不求他们聪明 但是他第四句呢 他自己呢 又开始呢 自作聪明了 第四句就是说 无灾无烂 道公卿 还是呢 一个自食自利的 希望我的儿孙呢 各个愚且鲁啊 但是呢 要他们无灾无烂呢 都能够做到三公九卿啊 做到最高的官位 还是在用小聪明 小聪明的心呢 来用事啊 第七种不同的项呢 是 聪明的人呢 我慢 加重 你看那些 世间所谓的聪明人呢 他往往呢 有一种先入为主的 所知障 不信佛法 他认为 他很了不起了 我看到世界有些学者 他就分别啊 判断说 儒家的思想 道教的思想 佛教的思想 基督教的思想 有什么样子的 不同 哪种优 哪种烈 其实他自己一种都没有搞懂 在那里面呢 坐井光天 自吹自雷 说研究比较宗教学 其实呢 他皮毛都没有学到 这种人呢 都是很傲慢的人 傲慢性很重的人 其实呢 就是世间所谓的聪明人呢 但是呢 他我慢习气很重啊 不信英国 供高我慢 往往自己呢 所持的是一种断见 或者常见 而不自知 现在所知障的泥潭里面呢 不能自拔 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他以为外在的成就呢 都是一个他自己的聪明而得来的 不信英国啊 而有智慧的人呢 他能够深信英国 能够呢 谦虚 恭敬 内心 谦下 外形于理 知道呢 今生今世能够有智慧 是术世呢 都有学习啊 一定是有重因才能赶果啊 啊 今生有成就 事业广大 也是术世呢 有赔福德啊 宋朝时候啊 有所谓的苏门四学士 苏四的门下呢 有四个很出名的学生 啊 其中一位呢 就是黄庭坚 他是江西人 啊 天资啊 非常聪颖 二十六岁呢 就中了近视 并且呢 分下去呢 做知府 他到任以后啊 有一个夏天呢 五岁的时候呢 每天中午一躺下去就做梦 做梦呢 就梦啊 去了一个走到一个田边的小路啊 然后呢 有有几间茅草房子 他就看到梦里面呢 就看到有一个老太太呢 就在门口啊 摆一个方桌子 点一个香炉 点三只香在那里拜 并且呢 又放上一网 芹菜面 然后梦里面呢 他就走过去 把那碗芹菜面 芹菜面呢 端起来呀 吃下去了 然后醒过来以后呢 觉得好奇怪 哦 原来是 蓝柯一梦 但是呢 很奇怪 就觉得这个此霞之中啊 仍然还留了芹菜的香气 他就还是不以为意呀 但是呢 第二天中午五岁呢 又是重复这个梦 第三天呢 仍然还是重复这个梦 所以第三天五岁好以后呢 他再也忍不住了 他就 打开 这个 啊 支府 衙门的这个后门呢 自己啊 按照梦里面的回忆呀 就 一路走过去 果然呢 支府衙门后面相隔没有多远呢 就是一片田地 啊 他带一个随从呢 就一直呢 按照梦里面的这个 情景呢 一直走 果然就看到呢 走了一段时间 果然就看到 三间茅草房子 然后呢 就果然看到 房子前面呢 有一个方桌子 然后呢 有一个香炉 三支香已经烧亡了 啊 还有一碗 芹菜面 跟他梦里面一模一样 哎呀 他觉得好惯呀 还有啊 就进去说 请问有人吗 然后呢 就有个老太太出来迎接他 啊 迎接他呢 啊 房子前就问这个老太太说 老人家呀 你 哎 摆这碗芹菜面 是不是 你连续三天中午 都会摆一碗芹菜面出来呀 你看那老太觉得好习惯说 是啊 你怎么知道啊 然后呢 房子前又在问他说 那么请问老人家 你为什么要 连续三天都摆芹菜面 摆在这个外面的冰箱 还要点香呢 这个老太太就说 这个老太太就说 因为呀 我的女儿呢 她 死掉啊 已经有 二十七年了 从她死了以后呢 因为她生前呢 一直没有嫁人 并且呢 在家里面的话呢 就 天天呢 就只是看书 写文章 并且呢 就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那么 就 不幸呢 很年轻的时候啊 就 死了 那么她死了到今年都已经有二十七年了 每一年呢 到她 这个 祭日的时候啊 我都会要用芹菜面来拜祭她 因为她生前呢 特别 喜欢吃 这种 芹菜面 哦 那么黄雷坚一想 她 那一年刚好是二十六岁呀 而这个女子呢 已经死了二十七年了 她就想这个是不是她 这个女子是不是前生的她呀 心里面有一个疑虑 但是她没有说出来 她就跟这个老人家说 那么 可不可以请你 带我到你女儿的 那个 生前呢 所住的 闺房里面去看一看呢 这个老太太说可以 我和我的丈夫呢 就只有这一颗掌上明珠 所以呢 她不想嫁人呢 我们也由她 然后呢 她一直呢 就很喜欢读书呢 我们也由她 所以她那个死了以后呢 她的房子 我们一直保留着 原样保留都没有动她的 那么现在呢 我的老头子啊 也已经死了几年了 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呢 现在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那么你要去我女儿的房子 看看呢 也是可以的 就带她去了 去了以后的话呢 就发现有一个书柜子 很高 但是上了一把锁 那么 房天间呢 就跟老太太说 老人家可不可以 请你打开这个书柜子 我看看里面 有一些什么东西好吗 然后呢 这个老太说 哎呀 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书柜子啊 里面锁的都是我女儿呢 她生前呢 所写的文章 她呢 自己呢 就不给人家看 都是锁在里面的 那么她死了以后 她钥匙放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哎 环天间 她突然 她就可以想起来 啊 她就 马上呢 她头脑里面 她就 她就可以 有一个灵感呢 就显出来 马上她就知道 她说 哦 你应该去 啊 这个 她因为她是那种 茅草的房子嘛 里面是墨板嘛 哈 你在那个 第几块墨板的 那个建壁 那个缝隙里面去找呢 可以找到这个钥匙 果然就找到了 然后呢 打开来呢 环天间就把那些文稿 通通拿出来一看 哦 包括她考中秀才的文章 考中举人的文章 考中近视的文章 那些思路 那些大纲 那些迟早呢 那些文章里面都有了 其实也说她前身 都曾经写过了 都曾经已经读过那些书 也写过了 那些思路啊 文采啊 都很相近了 所以呢 她就很感叹说 书到今生 读以词 事实上呢 应该要知道 福德也好 智慧也好 一定有重因 才会赶果 那么环天间呢 就把她前身的母亲呢 接到知府衙门里面呢 一起共住 善养天言 还有我们原来有讲过 那有一头牛呢 就因为闻这个法华经呢 他第二身呢 就可以做人 而且能够出家 他闻过的那个妙法莲花经的 前面的几卷呢 他看一遍就可以背 没有闻到的呢 第二身呢 用了很多功夫都背不下来 这个都是种下这种 习气等流啊 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说 哎呀 我年纪大了 我也不要学什么佛法了 我就一句阿弥陀佛 念下去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能够心清净 专家阿弥陀佛 晚上极了 当然也是好的呀 但是你的心很散乱 你根本真的不懂佛法 你口里面呢 口念弥陀心散乱 你说你专修啊 专家阿弥陀佛 那个不是专修啊 那个是找借口 那个是偷懒啊 所以事实上呢 孔子说啊 遭闻到 稀死可也 哪怕我们年纪再大 有机会闻佛法呢 只要是正法 我们都要多闻 为什么 就算我们今生今世不太懂 那么那个种子 种下去的话呢 将来我们再一听呢 就懂了 年轻人呢 你十多二十岁所听到的 你到三十岁四十岁呢 再听的时候 你就很明白了 中国人的教育方法 小孩子啊 读诗书呢 不跟他讲很多 但他先背 把古圣仙仙的书背下来 自然呢 跟随他人生阅历的增长啊 以后呢 他都能够明白了 所以呢 这是很好的 开智慧的方法 第八种不同的项的是 有智慧的人呢 他是以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力 无念为中呢 无者无二相 念者念真如自信 无相为体呢 是于相而离相 离相修散 无助为本呢 是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不会执着啊 我们凡夫呢 是有动就执着动向 有静就执着静向 有染呢 就执着染向 有静就执着静向 来自于呢 遇到法呢 都还会要执着于 法臣 法相 那么 能够 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呢 就能够心无怪 就能够念念于我们 的真如自信 相应呢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还归此法界 一切都是从 一真法界里面流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念念呢 又与一真法界相应 又归入到 真如信海里面去啊 所以 这样子的人生 当然是 快乐自在的人生 心无挂碍的人生呢 但是呢 有凡夫的小聪明的人呢 他是长起妄言呢 每一天呢 都耗尽心机 来自晚上睡觉的 睡不好 还在那里盘算 我明天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全部呢 都是从贪秤吃出发的 妄言呢 都是遍际所执性 都是心有惯爱的啊 所以呢 长起妄言呢 所以你看六祖大师 最初见师父的时候说 弟子心中 长生智慧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与真如自信相应啊 能够归入一真法界啊 所以长生智慧啊 无念为终啊 而我们呢 是长生烦恼 为什么 因为都是从贪秤吃出发 不停地 无穷无尽地 在打妄想啊 那么呢 有智慧的人呢 他是断仁我执 断法我执 断返老丈 断死我执张 那么呢 所以呢 他就能够真正做到 无念为终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而聪明的人呢 其实他是加重返老丈 加重所之障 加重仁我执 加重罚我执 以自我为中心 是加重仁我执 希望自己呢 以凡夫的妄想心 希望自己呢 事业成就 希望自己外在的一切都圆满 但还是从我之出发呀 还是加重仁我执啊 不要说 你能不能够成 不是以你的聪明决定的 而是以你的福报决定的 就算是你得到了 那又怎么样呢 到最后 还是两手空空 一文钱也带不走啊 所以呢 一定要转凡夫的小聪明 为圣者的大智慧 第十种不同的 像是聪明的人呢 他往往是刻薄的 狂傲的 很傲慢的 所以呢 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 容易招惹 杀身之祸 而有智慧的人呢 是大智若愚的 是道德高尚 见者荒喜的 他的存在 让众生都能够如目冲锋 所以我们法华经里面 有一位菩萨呀 他的德号是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这个菩萨的名号是非常好了 一切众生呢 很欢喜见到他 他见到一些众生呢 也很深欢喜喜 这个是 妙法良华经里面 佛陀呢 对一位 比丘尼弟子的授记 世间的聪明人呢 他因为他的聪明 所以呢 他很狂傲 很傲慢 而招来杀身之祸 里非常多啊 大家都看过三国 我们就知道了啊 三国上面那些聪明人 很多都是因为太聪明 所以被杀掉了 你看曹操就杀掉 好几个聪明人 一个是那个杨修 杨修这个人很聪明啊 曹操想什么 曹操本来也很聪明嘛 但是呢 杨修他都能知道曹操想什么 有一次呢 曹操准备修一个公司 建好以后啊 他去看看 看看以后呢 看完以后一言不发 不发表意见 拿起毛笔来呢 在大门上写了一个活字 死活的活啊 这个周围人看不懂 这个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写个活字呢 看不懂 唐教区请教杨修 杨修呢 就跟他说 哎呀你们这么笨呢 曹操的意思是 你这个门太宽了 你要把这个门改小 那么这个 做功力的人呢 马上呢 就把这个门呢 又拆下来 又重新改小 再做好 你看这个门 写在门上呢 里面一个活字 刚好就是一个阔字了 那么呢 曹操呢 以后再去看的时候 发现门改小了 他就就问他们说 谁告诉你们的呀 就说是杨修 他心里面就不高兴了 以后又在打仗的时候呢 相识不下呀 进退两难 那么传令官就来请问说 以什么作为军令啊 作为军队里面的暗号啊 曹操呢 就顺口就说了一句 鸡乐 那么杨修马上就收拾行李呀 就准备走了 其他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鸡乐嘛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呀 这样子曹操非常生气呀 找个由头呢 把他杀掉了 很狂傲 还有一个 迷痕 有些人读你呀 一般都应该读迷痕 这个迷痕呢 他也是 很聪明 经过孔荣的推荐呢 他就到了曹操那里面 但是到了以后呢 他很傲慢 一点都没有礼貌 站在那里面呢 就大放厥词 说哎呀 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呢 曹操就问他 你看我手下 这么多谋士 这么多良将 难道他们都不是人才吗 然后呢 你很这个人呢 一个也看不起 把他们呢 全部都批驳的体无亡夫啊 那么 当时有一位张辽啊 一位将领呢 这旁边就很生气 拿起来要杀掉他 曹操呢 就自止了 说 这个人呢 还是有点名气 是名士啊 如果我们杀掉他呢 就显得我们心胸很狭窄 不能容忍 不如这样好了 把他送走 那么曹操呢 就把他转送给 荆州木啊 刘表 刘表也忍受不了 他这种狂傲啊 又把他转送给江夏 太守 皇祖 皇祖一开始呢 还是很喜欢他 很赞他 他真的很客气 说哎呀 大明士啊 你写的文章啊 写的太好了 我心里面想说的话 你都帮我说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人呢 还是很狂傲 傲信不改呀 他就有一次呢 就当众就侮辱这个 皇祖说 你就好像那个土地庙里面 那个泥书的土地公一样 人家都来拜你 但是呢 你一点零都没有 意思就是说 你思位塑餐 站这个位置 没有起什么作用 那皇祖呢 很生气 忍不住呢 就把他杀掉了 所以世间的聪明人呢 往往呢 都是很狂傲的 而有智慧的人呢 他是道德很高尚 很谦虚谨慎的 第十一种不同是 聪明的人用八识 去分别外境 根对臣起实 然后呢 执着于实友 而有智慧的人呢 用四字啊 平等性字 妙光察字 那么 臣所作字和大圆镜字 还有一些说五字 法界体性字 第十二种是 第二十二种不同是 聪明是灾难啊 三途八难里面有 四字变重难 因为聪明的人 他招来杀身之后啊 他削减自己的福报啊 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 自私自利啊 所以呢 聪明是灾难像 是攀缘像 而智慧呢 是吉祥像 是随缘像 所以总而言之啊 聪明的人呢 他因为 喜欢呢 卖弄他的小聪明呢 他的像 就是妄想像 分别像 执着像 贪像 秤像 愚痴像 傲慢像 怀疑像 执着像 执着于诸法实有啊 总而言之 一个总像就是什么 就是心迷的像啊 聪明的人说到底 就是个迷字啊 越聪明越迷啊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而呢 算掉自己的性命啊 有智慧的人呢 他是快乐像 自在像 欢喜像 慈悲像 是固取于像 如如不动 总而言之呢 就是一个心悟像啊 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呢 就是一个 让我们心 转迷成悟的过程 我们的心 能够转迷成悟了 我们欢喜自在了 那说明我们学佛上路了 你学佛一会儿 还很紧张 还很忧虑 还很疲劳 还很烦恼 你这个学佛没有上路啊 不管你学十年 二十年 学一辈子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了解佛法 你显现 你外在露出来的这个像 都是烦恼像 执着像 那你没有真正了解佛法呀 你没有产生 真正的佛法的智慧呀 所以学佛其实就是八个字 转迷成悟 离苦得乐 转迷成悟呢 是我们的心的像 转过来的过程呢 我们心由迷像转为悟像 我们心由凡夫的聪明像 转为圣者的智慧像 离苦得乐呢 使用 转变的过程呢 凡夫因为心迷 所以呢 他是从苦入苦啊 越来越苦啊 修行人呢 因为心悟呢 所以他能够呢 离苦而得乐 今生今世呢 也很快乐 因为水域而安呢 好像儒家所说的 朔贫贱 行乎贫贱 朔富贵 行乎富贵 不会自作于外相啊 因为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啊 当然他也能够转呢 他能够 福报不够 转为有福报 智慧不够 转为有智慧啊 当然所到之处很吉祥 所以呢 这个是转离乘悟 离苦得乐的过程 就是我们学佛的过程呢 那么这个意思二种相呢 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哦原来呢 聪明和智慧呢 是不相同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了 那个县官专言论 我们要知道 智慧和慧也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不用讲那么细了 第四三种不同 是体不同啊 聪明是以我之为体的 是生死烦恼的并根呢 是我们六道轮回的并根呢 而智慧呢 是以无我慈悲为体啊 聪明他以我之为体 智慧呢 以无我慈悲为体 意思四种呢 是用上的不同 凡夫呢 因为耍小聪明呢 所以造大恶业 还自以为是 不单单是此生此事呢 障碍很多 将来 这个还是花报啊 将来的果报呢 是在三恶道之中 为什么 他越聪明 越往上爬 然后呢 他又有一点小福报 然后呢 他用他的心机 去得到的那些外在的成就呢 实际上都是给他带来灾难啊 都是令他造更大的恶业啊 他没有智慧 有小聪明 地位越高呢 造的恶业就越重啊 地位越高 福报越好 他就更加肆意妄为啊 你看那个世间 那些 闯生命的红灯 赚法力的控制 那些人 都是聪明人呢 但是怎么样 今生受牢狱禁闭之苦 将来呢 不忏悔的话 三恶道有份啊 这个都是 他耍小聪明惹的货了 这是用上的不同啊 用上今生今世呢 遭感障碍和不如意 将来呢 跑到三恶道去了 修行人 他因为有般若的大船 所以呢 能够福慧双命 度出轮回的苦海啊 菩萨呢 以慈悲和智慧 广力众生 广修六度万痕 积累菩提道理之良 树成佛道啊 所以呢 用上呢 也是截然不同 天壤之别的 所以我们 从这个十四个方面呢 就可以明白 怎么样子 去 转凡夫的聪明 为圣者的 大智慧 我们到底下讲 那个 菩萨的五种观 广大智慧观的时候呢 还会要展开来再讲解 那么守能言经上面呢 有讲到 观世音谱上呢 为什么能够 让于世的众生 念他的名号呢 就能够开智慧 诗一则 萧尘玄明 法界身心 犹如流理 朗测无碍 能令一切 昏顿心脏 诸阿甸家 永离痴岸 萧尘玄明呢 萧尘就是萧望尘呢 不会执着于 外在的生存的 动向和镜像 萧望尘 根层脱落 而复明像 复内在的 自信的光明像 智慧像 所以称为 萧尘复明 法界身心 犹如流理呢 能够显现 自信的 智慧光明像以后呢 当然就能够明白 外耳 世界 内耳身心呢 都是我们 一正法界流露出来的呀 都是我们 不生不灭的真心 变现出来的呀 所以呢 外耳 法界 内耳身心呢 都能够 犹如流理 透彻 明镜 光洁 就称为呢 法界身心 犹如流理呀 透彻无碍 那么 能够让那些 因为观世音菩萨 他是这样成就的 所以呢 他以此成就呢 来启用 就能够加持 念他名号的众生呢 都能够呢 离于此的黑暗 所以说 能令一切 昏 顿 信账 昏呢 迷惑啊 顿啊 持顿啊 那么 开发自信呢 抵制回功德 有障碍呀 这样子的 业重的众生呢 租阿甸家 阿甸家就是 无善根了 善根很少的人 那这些人呢 如果他能够 回去念观音菩萨 都能够 永离此案啊 法剧经上面说啊 疲劳者 路长 失眠者 夜长 愚痴者呢 生死 轮回长 所以让我们大众呢 法界众生呢 都能够 念观世音菩萨 开发内在 本剧的智慧 不要用凡夫的 食 不要用凡夫的 小聪明 升华为 圣者的大智慧 好了 接下来呢 是总结 吴敬义 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等 大威神力 多所饶意 事故众生 常硬 心念 释迦佛 再一次呢 叫着 当机 群法者的名号 说 吴敬义菩萨呀 吴敬义呀 你看看 观世音菩萨呀 他有这样子 广大的 浩瀚无边的 威德神通之力呀 所以呢 能够 用他的这种 大威德神通之力呢 多所饶意呀 普遍的呢 饶意 教化一切众生 所以呢 一切众生呢 要 常心念 用心去念 不是用口去念 你看我们看这个念佛 两个字好 念上面是个经 底下是个心 佛就是觉 经心觉 就是念佛啊 你每一个念头 都是觉悟的 就是念佛啊 你口里面念 哎呀 那么观世音菩萨 心里面起烦恼心 你这个不是真念啊 这是口念啊 这是口是心非的念啊 所以呢 念念觉悟 精心觉 这是真念佛 念念慈悲 这是真念观世音菩萨呀 这是总结呢 解三读 念观世音菩萨呀 不单单是能够 就外在的巴腊 还能够解 内心的三读 内外都解了 当然我们得成就啊 所以 我们还要知道呢 观世音菩萨 念诵他的德号啊 不单单是可以解 六道凡夫的四三读 四项上的贪称之三读 还能够解三圣理 理三读 身为原觉 二圣的圣者呢 他们有 也有理上的贪呢 贪什么 贪着于那种 灭堂的 寂灭的快乐 你看阿罗汉 所作以伴 泛痕以利 灰身灭自 不受厚有啊 他就安住在那种 灭堂境界里面 他觉得很快乐 他不愿意 不愿意出来度众生 治疗汉 这个是什么 这是礼上的贪 爱着于这种 寂灭之乐 是礼上的贪 厌离生死呢 名为称 不愿意毁入尘老 来度众生呢 我空乏有 名为痴 礼上的痴 还有 沉沙祸 还有无名祸 所以称为痴 菩萨呢 他仍然还有威系的 便宜生死 就名为贪 他厌恶 他讨厌 二圣那种治疗汉呢 厌恶二圣离 成空自尽啊 名为称呢 尚有无名祸 未断尽呢 就名为痴啊 这是三圣圣者呢 他们礼上的三毒 三圣圣者 他们都共同的都是已经断了见货 失货啊 所以呢 世上的三毒没有了 但是呢 礼上还有三毒啊 那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呢 这些三圣的圣者也需要念观音菩萨哟 你不要以为我们反复常见观音菩萨啊 大阿罗汉 圆觉菩萨 他们都需要念观世音菩萨啊 透过念观世音菩萨呢 来转理善的三毒 所以我们发心念观世音菩萨 念到四一心不乱呢 就可以解凡夫的四三毒 就可以呢 有机会呢 让我们能够入定 入定以后的话呢 再加工用行呢 就能够断见货失货啊 就能够呢 成就啊 就能够超反入圣啊 念到礼上啊 念到礼上的一心不乱的时候呢 就可以解三圣礼 礼三毒啊 就能够断 前面是断了见识货啊 这里还能够进一步呢 断成杀货 断无名货 所以观世音菩萨 有这样子的广大威德的大神同力 能够普遍的饶意 九法界的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常应心愿呢 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满二求 求男求女啊 我们看经文 若有女人 色欲求男 礼拜供养 观世音菩萨 变身福德 智慧之男 如果有女人呢 他要想求个儿子啊 他礼拜供养 观世音菩萨呢 就能够生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啊 是很有福报 很有智慧的 观世音菩萨 加持得道具了啊 那我们中国人 很欢喜这个啊 因为中国人 有个传统的观念 是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呀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是很执着于 要有一个儿子 去传宗接代的 那么呢 所以呢 好多世界里面 都有一种观音菩萨 在里面抱个小小男孩 颂子观音呢 其实呢 女人 如果从 传统的观念来说 女人无子呢 有四苦啊 第一个是为 丈夫所亲 所弃 第二个呢 是为 家公家婆呢 所见 第三个呢 是为朋友所孝 第四个呢 是为灵父所激 激笑 所以呢 世间的女人呢 都要求能够生一个 具有福德智慧的儿子啊 那么能够自成恳切 礼拜供养 观世音菩萨呢 就有 就能够呢 如愿 那么供养呢 有外供 外供我们说 实供啊 我们有一种法会 叫做传供法会 大家来做传供法会的话呢 现实供 香花灯图果 茶室宝珠衣 这个实供啊 第二呢 是内供啊 我们生与异三叶清净 精进修行 这个是内供啊 第三种是智慧供 内在觉悟的供样 福德智慧之难啊 要有福德 要有智慧啊 有福德 没有智慧呢 是吃福 有智慧 没有福德呢 那是狂慧啊 不是真正的智慧 是凡夫的小聪明啊 所以 有些法师呢 喜欢说一个记者 叫做 修福不修慧 向往 挂阴落 修慧 不修福 罗汉呢 脱空薄 你看现在养了个宠物啊 那些宠物都是 都是怎么样 都是以前 修福不修慧的人 那主人呢 就很 用了很多钱 用了三参 我见到一个人 一个女子 很无聊的 没事干 养一条 养一条那个丝毛狗 然后呢 给那个狗呢 就做上那个狗的衣服 然后呢 给那个狗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眼积毛啊 也要加工一下 然后呢 吃 吃很好的食物 比那个 比那个小孩子 吃的食物还要好 每一天呢 每一天呢 还给他洗澡 然后呢 每一个礼拜 还要带他去看医生 上那个宠物医院 后来他跟我说 他那条狗 一个月要花三千块 哎呀 真是 你看好愚痴的 每次干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啊 都是修福不修慧呀 手内眼睛上面呢 有开始我们说 为什么念观音菩萨呢 能够求儿子呢 就得儿子 十二则 荣行复文 不动道场 射入世间 不坏世界 能便十方 供养微臣诸佛如来 各个佛边 为法王子 能念法界 无子众生 欲求难者 诞生福德 智慧之难 你看 这是观音菩萨 能够让众生 念他的名号呢 能够得儿子的 缘音理论 荣行复文呢 成就尔根源通了 所以呢 就能够消融四大地 幻形 四大地水火风啊 这个幻形呢 都能够消融 荣行 复文呢 复义真之文性呢 复义真法界之文性 复不生不灭之文性 正入不生不灭的离体 所以呢 就能够不动道场 而又能够从体起印呢 秤体来起妙用 化身无量 射入世间 这事间干什么呢 这事间 当然就是修福修慧了 当然就是广度众生了 所以说呢 能辨实方 供养 微臣诸佛如来 这个是修福啊 广修供养啊 因为有神通力啊 所以一刹那间呢 一谈子清呢 能够辨实方界去供养读佛如来呀 并且呢 各个佛编为法王子啊 在每一种佛 面前呢 都能够为他们的法王子啊 得到每一种佛 他们所叫的 圣身 微妙法呀 这个是修慧呀 所以呢 这个是说 能够 让称赳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 求儿子呢 能够得到福德 智慧的儿子 有福德 有智慧的儿子呢 这个原因是所在 我们如果有去过普陀山朝拜 我们应该有知道 那个普吉斯旁边 有一个多宝塔院 一个多宝塔 那个多宝塔呢 它是其实是 民国时候 一位居士呢 他发心 那个 修理 他发心呢 去维修理 是 那个 当时安徽有一个叫 陈信良的居士啊 应该在印管法师 文超的 汇别里面可以找到 印管法师呢 就 有写信 有写信给他 那么呢 这位居士呢 他是祈祷 观世音菩萨 念 普门品以后呢 得到儿子的 那时候呢 他得 他那个妻子啊 胡适呢 已经三十多岁了 怀孕以后呢 前面都很好 但是后来呢 可能他出去一趟 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呢 突然之间回来啊 就发烧 然后呢 一直不能吃东西 二十九天都不能吃东西 历米未尽呢 但是呢 他们夫妇两个的观音菩萨 的信心都很好 就一直呢 他先生就跪在观音菩萨 面前念普门品 在这个妻子躺在床上呢 就一心一意都是默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来 后来就 他妻子呢 就有梦到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这个 以浸水撒他的身体 然后热脑消除呢 那梦中间观世音菩萨对他说呢 热脑消除 早生家儿呀 这样子的话呢 就好了 隔了几天呢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呢 他就很欢喜啊 到普通山这边来还院 然后呢 就 那个硬观法师那时候 在那个普济四柱呢 就劝他 维修那个多宝塔院 就造了那个 修好那个多宝塔 并且呢 没有出钱把那个 海岸码头啊 又修好了 海岸码头 不是进去那个 从那个 那个短孤码头上岸以后 不是一个牌坊吗 就海岸牌坊吗 那个牌坊呢 其实也是他出钱为修的了 并且呢 他又造了一个宋子观音像 其实呢 儿女啊 有来报恩的 有来报怨的 有来讨债的 有来还债的 那么 还债的呢 就能够孝顺父母啊 讨债的呢 就是代价值啊 让父母呢 很生气 很烦恼啊 所以呢 我们要念观世音菩萨啊 那么 所求得的 子女呢 都一定是来 报恩的 都一定能够孝顺父母 能够呢 有福德 有智慧 不要说 不要说 那个学佛的人呢 就是世间的 正直的人 青年的人呢 他感到的后代呢 都是比较好的 汉朝时候啊 有一个叫做 陈时的人 他为人很正直 为光呢 也很清廉 后来看到朝廷 很黑暗的 他就此光不作了 回到家里面 一个人悠悠自在呀 有一天 他的朋友呢 就来拜访他 两个人呢 就商量好 约定好 明天呢 第二天中午呢 就在陈时家里面呢 家门口一个大槐树下呢 午时的时候啊 就准时见面 然后呢 大家一起出发去远游 但是他这个朋友 没什么信用啊 很拖拖拉拉的 那么第二天 午时的时候呢 陈时拉老师时呢 就在那个大 大槐树底下等啊 一直等到太阳西斜了 前面说午时嘛 一直到那西斜了 等多了两个时辰 还是没有看到他来 那陈时就想 是不是我这个朋友 他先走了啊 他没有等我了 那我还是先上路好了 我上路看看 如果是他先走了 我就去追赶他 这样的话就走了 走了以后没多久呢 他这个朋友啊 才赶过来 赶过来以后 如果呢 去到陈时家里面问说 听说陈时走了 然后呢 那时候陈时的那个大儿子 还只有七岁 就在门口呢 玩耍 玩耍呢 那么这个 他这个朋友呢 陈时这个朋友很不高兴 他就呢 只杀骂槐呀 在那里说了 哎呀 真地不是人呢 你看 约好了 大家一起出去远游 怎么不等人 自己一个人跑了呢 而陈时这个儿 他这个儿子 虽然只有刚刚刚七岁呢 他说他还是 很机灵 他就马上呢 就对他那个 对陈时的朋友说啊 说叔叔啊 你这个还是不对了 你看看 你跟人 你跟我的父亲约好了 五十日 大家见面 你没有来 这是你呢 无信了 你对着 人家的儿子 来骂他的父亲 这个是无礼啊 哎呀 说的那个人呢 面红耳赤啊 羞愧万分 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小孩子 应该还是比较 又机灵 又比较有礼貌了 那么 西规子子上面呢 有记载说 宋朝有一位宰相呢 叫做吕蒙正 他很信佛 每一天早上 起来礼佛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要住院 说 不信奉三宝的 不要生到我家里面来 愿子孙后代呢 做官邸呢 一定要 护持三宝 天天这样子的住院 那么后来果然呢 他的子孙呢 都很贤良 并且呢 都信佛 并且他的子儿子呢 就说 女仪简呢 后来也是 一直做到宰相 那么你看 那个北宋时候的 名相啊 范仲淹呢 他也是很信佛的 现在我们那个 苏州的西元寺啊 西元 借传律寺呢 都有一个堂 那个堂呢 历史上就是范仲淹呢 拿出他自己的愤怒呢 来建订 范仲淹在苏州 做吃死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死了 死了以后的话呢 就托梦给他 说现在 在这个鬼道之中 没有自由 很苦 要请他呢 要请儿子呢 就帮他到西元寺啊 请一些法师们呢 来诵经 诵经当经 好了 那么 范仲淹呢 梦醒以后呢 他很孝顺嘛 他就很 很急啊 很早呢 就跑到西元寺去了 要请求 去到课堂呢 请求资格斯 帮他安排 几位法师啊 帮他母亲呢 送金刚经 来回向 来免离呢 恶道之苦 那么 诗院呢 就安排了七位法师 帮他母亲送 金刚经 好了 送到上午十点钟了 差不多要上贡了 那么这个大辽里面呢 一位法师呢 一个做饭的 一位法师呢 他就端了贡饭贡菜呀 就端过来 陷在贡桌上 摆好以后呢 他拿着那个盘子准备走呢 看着大家在送金刚经呢 那位法师呢 就站在旁边呢 就看了一下 看了一段 他就走了 又出发了 还有事嘛 就走了 那么 当天晚上就有感应了 那么 参中烟呢 就梦到他的母亲 现一个天人像啊 前面是鬼像嘛 现一个天人像 来跟他说 儿子啊 你到西元寺呢 这次安排这个 送金刚经非常好 很有感应 并且呢 也 那么 母亲呢 也因此呢 而 超度出来了 那么 已经呢 得胜天道啊 那么并且呢 因为你的孝顺心 自成心呢 感得 观世音菩萨 现身 为我呢 送了半卷的 金刚经 所以呢 超度的很快 这样子呢 坐到这里啊 这个梦就醒来了 哎呀 放这边马上就起来 那就礼拜关 是音符上 然后呢 跌了一清早又赶去 起原事了 一去到以后的话呢 就跟直客师说 直客师啊 能不能够麻烦你 把昨天帮我 帮我们家里面送金的 那些法师们都请到客堂来 我要感谢他们呢 那这个直客师呢 就很高兴了哈 就把那些法师们都请过来了 请过来以后的话呢 范作严呢 就马上就站起来说啊 感谢这位法师 但是呢 弟子先请问一下 昨天是 哪一位法师 把我母亲送金干净 只送了半卷呢 哎那法师你看我 我看你都很害怕 说没有啊 你是地方的最高的长官 我们帮你家里面送金 是最最用功最亲近的了 绝对不敢只送半步 我们都是送的完整的 没有说送半步的了 哎找不出来 哎刚好呢 那个厨房里面 做饭的那个师傅呢 啊他就走过来了 他就呢答了一句 说哦那昨天那是我 我去呃 呃 呃 薪贡呢 送贡饭贡菜呢 但是呢 就有啊 看到大家在送金干煎 我在呢 旁边就看了半卷啊 厨房里還有 有事还有烧火呢 我就先走了 哦 那么当然 犯这人就知道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了 马上呢 就跪下去就就 就大败 跪下去就败 哎呀 那个法师一边咬头一边说 默默默 然后呢 腾空而去 那么呢 所以观世音乐 他肯定视线为很普通的法师 那再来就在厨房里面烧火 那么范泽彦呢 他就非常欢喜啊 他就把他自己的做官的愤怒 拿出来 专献出来 就请西元界传律师呢 就帮他专门建了一个堂 建了个堂呢 叫做默默观音堂 这样子的感应呢 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要能够 求得的子女儿孙呢 要好像范中烟一样 世间的事业呢 也成就 也能够造福社会大众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且呢 初世间又能够信仰佛法 并且能够孝顺父母 能够呢 帮助父母 这样子的话呢 是学会了念观世音菩萨 来求男得男呢 这是第十二种无畏 求男无畏 接下来是第十三种无畏 求女无畏 色欲求女 变身端正有相之女 素质得本 众人爱尽 如果默默观音菩萨要求女儿呢 就能够如愿的呀 生一个端正有相的女儿 端正有相很重要了 端正是品行端正 有相呢 是相好庄严 这样子的女儿 如果你只是端正而没有相好呢 一般的凡夫啊 她不生爱尽的心啊 不生恭敬的心啊 她以相貌取人嘛 不过据说呢 诸葛亮那个妻子 叫做缓月音啊 据说就是很有智慧 很有头脑 但是呢 相貌是很丑陋 我们去南洋那边开关啊 我们去到那个 那个那个卧龙港啊 看到看到那个 她的那个家族的一些 一些记载一些历史啊 然后呢 如果有相好 但是品行不端正呢 大众见了呢 就会生轻见心了 很轻视他 觉得这个人很下贱 所以呢 要端正有相 求女得女也有啊 有些人觉得 哎呀 这个儿子呢 都是出门经常的 出门在外有四方啊 女儿呢 可能就见面的机会多一点 这样子 孝顺一点 这样子的人也是有的了 求女儿的也有了 梁武帝啊 他就肯定这样子 梁武帝我们都很幸福嘛 萧衍呢 他生了好几个儿子 后来呢 他就想想 哎呀 我生个女儿 能够能够那个 吃冷吃热就好了 他就念普门品 念官司 因为他身号 哎 果然呢 他妻子呢 就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明恋公主啊 明恋公主呢 后来就渡过长江啊 到北方去找达摩祖师 拜达摩祖师为师 谁达摩祖师出家呢 法名叫做道记号种词 我们看达摩祖师的那些开示里面 有看到啊 达摩祖师说 谁谁谁得到我长法的皮毛 谁谁谁得到我长法的骨头 谁谁谁得到我长法的肉 谁谁谁呢得到我长法的精髓 谁谁得到长法的精髓啊 慧可嘛 二九慧可嘛 那么这个比丘尼啊 这个种词啊 种词尼啊 种词比丘尼啊 他就得到达摩祖师的参法 但是呢 不深入 他后来就祝辞法华士 很喜欢诵法华经 所以端正有相呢 端正从忍辱中来 相好呢 从以花供佛中来 众人爱尽呢 从恭敬他人礼拜三宝中来 要修忍辱法 要常乐柔和忍辱法 安住慈悲洗舍中 不单单是佛弟子了 世间有修养的人都是如此 你看那个顺帝啊 顺帝呢 他也是这样子的呀 他的母亲呢 很早就死了 他父亲呢 又娶了一个 那么这个后母呢 很虐待他 后母又生了一个弟子 又生了一个儿子呢 那么是他的弟弟啊 同父异母的弟弟啊 名为相 那么一家三口啊 一家一家三个人呢 都欺负他 他的父亲 他的后母 他的弟弟三个人都来欺负他 处处呢 都是想置他于死地啊 有一次呢 这个项呢 就选了一个收主意 说叫他挖井 挖井挖井呢 挖得很深以后的话呢 等他一下去呢 马上呢 像呢 就把大石头就砸下去 他的母亲呢 都跟着来啊 把那个井填掉了 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 落井下石啊 但是顺这个人 他很有智慧 他以前就呢 在井地旁边呢 就挖了一个横道 听到后面声音 听到上面声音不对了 马上呢 就撞到那个横道里面呢 继续挖了 挖到地面上了 然后出来了 这样子经过很多次 但是呢 他从来没有变心 从来没有说要报复他们 只是想着自己的过失啊 想着要反省自己啊 说我有哪些地方 做得还不够啊 所以呢 让父亲母亲和弟弟 都不满意啊 这样子呢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去找自己的过失 没有找人家的过失 提高自己的修养 然后呢 全家人都被他感动 并且转化过来了 那么姚帝呢 听说以后呢 就很欢喜 就把这个地位呀 善赞给他了 这个都是能够 你看世间人都能够 修忍辱 何况是我们活地子呢